每一位料理 輕鬆烤照 歡迎收看直訊一動力 本節目是由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為我們的新住民朋友所開辦的網路學習課程 那麼今天的節目當中非常開心 也非常榮幸邀請到的是 我們的新南大主廚陳靜溫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麒文 老師今天我們又要教大家什麼料理呢 焦溜 這個焦是一定要把它弄焦的意思嗎 用焦就 白白了 所以千萬不能焦 它是一個美其名的做法 那我們來介紹今天的食材的部分 好 首先是 板豆腐 薑跟紅蘿蔔 都切成那個水花片的部分 是 好 小黃瓜 調味料的部分 有 好 現在馬上邀請老師來示範了 這一道菜首先開始我們要怎麼做呢 好 我們當然先處理我們豆腐的部分 好 所以叫做焦溜豆腐塊 我們要處理的就是 豆腐要切成塊的部分 好 記得我們邊邊要切去 好 好 它雖然幫你畫個格子 你不能就依照這個格子 大概每一塊是半格格子 注意它的大小呢 不是照著它這樣十字切完 這樣太大塊了對不對 沒錯 我們要稍稍稍微把它切成 就是一半 就是每個格子的一半 好 切完了當中呢 它就會像這樣子一塊一塊一塊 而且要很整齊 大概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可以鏡頭看一下 好 我們豆腐切完了之後呢 好 那這邊我們要切成這個 菱形片 好 老師我知道 因為它也不能夠比我們的豆腐大塊 對不對 是 然後首先我們先一開始 一開始 小黃瓜先一開始 好 那一開始之後呢 你就比較容易去脂對不對 好困難喔 還要去脂 對 去脂之後反過來 就剛好有一個角度跟可以切的嘛 好 我們來把它修一下 好 這個菱形呢 我們大概就把它切成這樣 這種菱形的大小 看一下 大概是這個大小 是 要比豆腐小一點喔 所以我們在考驗大工的時候 也是非常的講究的部分 並不是說這一道菜很簡單 我們就隨便把它多一多 千萬不可以 好啦 剛剛我們已經切完豆腐 接下來我們要把它下去油炸了 對不對 這一步驟很重要 是的 那我們剛才 有準備一些地瓜粉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 這是地瓜粉 對 記得豆腐呢 在觀眾朋友 因為之前一定要清洗過對不對 對 清洗過當中 如果你是覺得 你豆腐的水分太多呢 你還是要用餐巾紙 稍微把它吸一下 對 那下去油炸呢 很多都會覺得怕噴嘛 那這邊老師有一個小訣竅 你可以把它沾一點點的粉 讓這個水分呢 能夠被水給吸... 那個粉類給吸收 是 對 就比較不容易噴了 好 記得下去炸的過程當中呢 一定要高溫喔 大概在180 190度喔 因為如果豆腐用這個太軟的火呢 炸完之後會軟掉 而且有可能會花掉 所以我們要讓它一次到位 要選在這個油最熱的時候 一口氣給它下去 是 該油炸的過程當中 記得就是水不要下去 盡可能把它吸乾 好的 然後也要記得喔 這個油的熱... 溫度要夠高 它才可以下去就馬上把它炸好了 好 雨潤我們看到喔 你看喔 下去沒有多久對不對 它就慢慢慢慢的有沒有 浮上來了有沒有 而且慢慢慢慢的 撞金黃了 好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要再去燒 我們要把豆腐的表面 把它炸硬 不要說軟軟軟的 一下去拌的時候就破掉了 這是主要的目的啦 好 炸完了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樣搖晃搖晃都沒事 就可以起鍋了 大概像這樣非常金黃對不對 對 好 我們就準備把它起鍋了 讓它吸一下油 好 可以準備一個餐巾紙 好 現在我們的這個豆腐 已經炸得金黃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老師 首先要爆香的部分 是 這個油炸過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要下去炒的過程當中 油不能太多 一點點油就好了 好 一匙拌 好 接下來我們要先去做一個 爆香的動作了 先把我們薑片 好 然後呢 還有這個水花片 都把它放進去 輕輕地拌炒 拌炒過程當中 香味出來當中呢 我們就要加入我們的 調味料的部分了 好 那我們先加入 少許的醬油 這時候下去了之後呢 記得火要關小了 火要關小了 因為很容易去焦的動作 接下來 少許的這個蕃茄醬 因為它不是糖醋 所以蕃茄醬可以加 好 來 醋 好 來 醋 糖 胡椒粉 少許 來 米酒 好 稍微把它拌均勻 讓它燒一下 水少許 好 少許就可以了 好 來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豆腐 豆腐要下去囉 幸好我們剛剛有炸得很均勻 所以現在呢 豆腐應該是形狀 還算是滿美的 對 沒錯 好 一樣喔 豆腐下去的時候 要輕拌囉 要小心翼翼 沒錯 燒的過程當中 大概在兩分鐘到三分鐘左右了 好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小黃瓜 因為小黃瓜是生的 老師 請拌一下 你看老師還沒勾芡有沒有 它現在其實顏色 它其實也已經有點濃稠了 濃稠就出來了 好 那我們就微微輕 等一下帶一點點 一點點芡汁就好了 因為它本身就濃稠了對不對 如果已經非常的濃稠 是不是就不能定調了 好 你看老師就一匙了 沒錯 好 然後最後呢 香油 好 因為要起鍋了 好 起鍋之前要讓它 就是再熱一點 拌炒一下 對 你就覺得老師每次做的情況當中 都感覺都很有賣相有沒有 其實考試跟比賽一樣 都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沒錯 好 那這道菜我們就完成了 好啦 你看這道菜 已經相當的成功 而且它現在在我旁邊 非常非常的香 那也希望大家 今天看完這一集之後呢 也能夠再多學習到一道菜囉 好啦 如果你想要跟了解 很多資訊的話呢 也歡迎可以上我們 新北市政府質訊中心的網站 可以查詢到更多的消息喔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節目 就先進行到這裡 也期待下集見了 拜拜 拜拜